中年啦 我們健康平的就不用了 家中磁磚地面嚴重傾斜 不管怎麼放球都滾啊滾 讓住戶看得頭暈目眩 實在好擔心 因為我也看到這樣子 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真的是沒辦法 我長在住在這裡這麼久了 不管是新房子然後舊房子 我們自己的家就是自己的窩 這一次就覺得我們這個窩不飽了 相當愛家變成這附魔一樣 難過哽咽 先被三重新建案 釀成林房大樓傾斜 事發第三天受災戶一回家 發現兩柱牆壁瓷磚 均裂剝落狀況逐一浮現 雖然是府派胸埔保證 三大公會檢測結構安全無餘 但物況慘烈 讓住戶不禁想問到底要怎麼住 像這樣子 走路平的現在有斜的 當然是可以走啊 可是我們看這個覺得很不安穩 從大樓屋頂府看 兩棟樓幾乎黏在一起 原本用手無法觸碰的防火箱距離 也僅剩不到半個手臂寬 住戶火大控訴 人無法進入瓦斯表沒辦法抄 更不用說若未來發生火災等意外 出事誰負責 政府單位他也不給數據 他只是說在安全範圍內叫大家回來 你短期間內人家一定不會買 人家如果仲介或一般跟你殺價 應該會殺就一成到兩成 就怕房價從此一蹶不振 受害的還是無辜污阻 只希望建商可以盡快提出解決方案 而電貨工地持續引孔灌 將修捕地下破洞 要防止傾斜情況再度發生 近期文章 張信志 吳云謙想不到